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Good morning! Hello guys! 大家早上好,今天,因为今天是周末嘛 然后Mia去上班,就有一个人在家 所以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取电脑 然后之前几期拿单反录的视频 感觉我回来看了一下,感觉画质不是特别好 因为可能是我调那个 调设置没调明白 然后昨天终于努力的调了一下 把设置调成还好吧,满意的样子 所以现在感觉的画质确实比卡片机好了不少 感觉现在拿单反拍这个Vlog视频的风格和之前拿那个之前卡片机的风格都不一样了 感觉现在拿单反拍这个Vlog的风格就是更趋向于拍风景 就是很注重风景,遇到美的地方都喜欢和大家分享 但是那个卡片机的话拍风景的欲望就没有那么大 因为那拍的没有那么棒嘛 所以卡片机拍出来的Vlog主要就是说话 就拍我说话而已 然后但是那个单反拍出来就是不只说话 而最主要的就是注重拍我四周的美丽的风景 感觉大家喜欢哪个风格呢? 是喜欢听我一个人在...说呢? 还是喜欢看美丽的风景的那种B-roll呢? 给大家看看今天买的什么 今天买了6个Muscle 因为每次进入他家是必买的 然后今天就想换个品种买Muscle 就是轻口被 它轻口被砸得外苏黎嫩的 真的是 给大家听听这些声音 然后里面还是超级嫩的轻口被 Yeah, that's the one OK,check it out? Yeah, sure 没事吧 Let's play A7D 2,000多 太贵了 80D 2,000 1万多人民币 70D呢 这700D 没有70D 70D已经下架了 已经把电脑取回来了 然后整个换了一套新的屏幕 但是换完屏幕之后 我去了能力明 要买那个三想架吧 但那三想架好贵啊 一个最便宜的三想架要超过一百刀 哇 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